你要知道這個海域的安全性之後 你再去玩水 多了解比敬畏更重要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Quaddy熊 熊哥最近有看到一部影片有沒有 是另外一個YouTube拍的 它是JBar 首先呢我整部影片都已經看完了 這邊要先跟這個YouTuber講一聲感謝 就是跟大家講說 離岸流的危險性 但是熊哥是一個長年在海邊 跟海打交道的YouTuber 在這邊有幾點 他的錯誤的點 跟他的這個補充 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 並不是所有的蕭波塊都會形成離岸流 我們要知道啊 離岸流並不是只有在蕭波塊會形成 他自己影片裡也有講到 他影片裡有講到說 他那一天去那邊游泳 他回來的時候遇到了離岸流 所以他游不回來 他游不回來 最後他抓的蕭波塊回來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蕭波塊救了他一命 說蕭波塊救了他一命 結果他反而跟別人講說 你不要去蕭波塊 因為會被流走 真正危險的離岸流 並不是在蕭波塊這一帶 熊哥今天要拍這個影片就是 真正危險的離岸流 不是在蕭波塊這一帶 真正危險的離岸流 離岸流到處都有 你在蕭波塊遇到離岸流 你可以抓著蕭波塊回來 也可以抓上來 雖然你會受傷 但是你不會死 像在2018年的時候 高雄林園有一個國中生 是從手到的 他在林園那個地方 直接被離岸流 衝出去死掉 為什麼他沒有活 因為沒有東西被抓 他那個旁邊 全部都沒有蕭波塊 他就被流走 他流走了之後呢 又死了 他死的地方就是蕭蕭 熊哥蕭蕭 在打魚的地方 在打魚的地方 所以真正危險的 並不是蕭波塊的離岸流 我們現在呢 在高雄喜川 而且蕭波塊也不一定 全部的蕭波塊都有離岸流 我們現在要過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要來看這個 這個這個區域 我們來看這個 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邊這一塊 這邊這一個 確實會有產生離岸流 但是它的水流是非常的 非常的緩的 它不會那麼強 我們來看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 這一條就是 非常明顯 這一條就是 你看這一條就是 你看旁邊還有個人躺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就是沒錯 會形成 但是它並不是 像中間的這些離岸流這麼強 中間這邊目前是沒有啦 目前看是沒有 所以說齁 我們在上面 所以說真正的這個 不安全的觀念 不是說我們看到的是蕭波塊 我們就不要靠近或是怎樣 真正對於海的這個觀念正確 就是你要去這個地方玩 你要先了解這個地方有沒有被 立傷危險海域 你看 漁光島 危險海域 奇境 危險海域 為什麼是危險海域 是因為 它的這個潮汽 然後它的地形 所造成它的危險的海域 奇境 說真的啦 熊哥也常常去那裡打雨 為什麼還活在這邊 不會被溜溜出去 因為我知道哪裡危險 才有危險 漁光島 不是還沒其他 但是行情 我常常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觀念是 並不是說一定是蕭波塊就危險 今天這個Youtube就是追巴 你也知道 你游回來沒體力 你是抱著蕭波塊回來的 所以是蕭波塊救了你一命耶 雖然你受傷了 蕭波塊上的母粒很危險 你也說的沒錯 來看 這些全部都被蕭波塊割的 這裡 蕭波塊上面的母粒很銳利沒錯 但是它救了你一命 所以真正要會看的是 你要知道這個海域的安全性之後 你再去玩水 而不是看到海 覺得OK 你怎樣 絕對話說這個不要靠近那裡 旁邊都安全 並不是這樣子 這是我要補充的 但是我這邊還是很 就是感謝這個J把 有跟大家講說 離岸流的危險性 但是我們來看 這一條離岸流 並不是那麼危險 沒錯 這一集熊哥就是為了要補充這一點 跟大家講 我是長年在跟海打交道的Youtube J把他不是 所以我非常夠了解 我在海邊至少救過三四個人以上 不管是海邊 我在那個 連池潭我也救過 所以 我們要去多了解 多了解 比敬畏更重要 好 這集就先說到這裡了 拜拜 我們來看 所有宣導離岸流危險的 不管是宣導片 還是照片 它都是在海岸邊 沙潭邊 並不會提到說 小坡塊旁邊 如果小坡塊旁邊的離岸流那麼危險 它一定會宣導到 所以真正要注意的是這種海灘篇的離岸流 謝謝